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酸 我們今天來玩這個 Supercell的新遊戲 Squarebusters 好 那綜藝名稱目前還沒有 因為這個遊戲現在還處於封測的階段 是創作者的關係 所以有少數加入了這一批的名單中 我還因此特別去買了這一支 Android的手機 我們對Supercell賦予眾望 那這個封測呢 它現在只有10天 好 那這個10天的過程呢 我們就來好好體驗一下 移動 好 我們就直接移動 所以以這個Supercell遊戲來說呢 操縱都是相對是簡單的 Stop moving to attack OK 好 所以它這邊的話 我只要透過移動 那攻擊的話 是它剛剛是自動幫我揮舞的 所以我只要好好的移動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是怎麼樣 加入一個角色 好 就用我這個小隊 好 如它的名稱所說呢 蠻可愛的喔 如它這個 遊戲名稱啦 就是有點 什麼小隊的感覺 好 然後我只要 進入到一個框中呢 它就會自動攻擊 好 然後這個目標任務 它就是讓你一直去拿寶箱 拿寶箱 拿寶箱就加入 加入更多的 夥伴 好 很棒 好 我們這邊已經 三人小隊 好 然後拿綠色寶石 但我現在感覺這個人的整體設計風格是有點 是走比較可愛的路線 然後跟 Braw Star感覺有點像 但又更可愛一些 現在還在進行 封測 很早期的封測 所以 遊戲中難免 就是 有些東西除了沒有這麼精緻之外呢 甚至可能會看到一些BUG吧 我個人 目前玩起來的感覺很像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個網頁遊戲 它就是會去吃圈圈 大的圈圈吃小的圈圈 然後你吃掉那個小的圈圈 你的圈圈會變越來越大 概念有點像這種感覺 這樣應該可以連到真的玩家吧 很可愛 有一個小城堡在裡面 OK 我感覺這個遊戲 因為有帶走位 所以其實更接近Braw Star 可能會比 之前出的那個Crash Mini 更合我的胃口一點 今天就來好好試玩一下啦 這個龍寶不知道怎麼 有點這麼螢光 好 我們就野蠻人登場 血條會減損 在領地內呢 它自動 OK 然後 我們加入角色 欸哇野蠻人會升級啊 酷 來我們這邊 哇這邊要 什麼意思 要五枚金幣才能開啟是吧 宰他宰他 好所以 這時候應該可以開了 OK 所以跟金幣有關係 然後 然後 這邊又有 10枚 OK 所以我在過程中呢 要 積極收集更多金幣 也就是說 要邊打怪 喔 他還把了這個 概念加進去我們偷砍他 走 喔 他偷到我們的人 太無恥了 太無恥了 喔 有愛心補條 還不錯 我覺得他是把這個 這個 角色養成遊戲呢 快速的放到一場對局裡面 喔這個感覺 會很多錢啊 拿到了一個 錢錢錢都是錢 10枚 為什麼我都只能 我現在不能 不能 解鎖那些 看起來不錯的東西 喔 滾石 同手好痛 但錢很多 看起來越強的怪 怪呢 這個 就有越豐厚的獎勵啊 他在縮圈 為什麼 很棒 20枚金幣 有點困難啊 殺 差一些 20枚 好 好 我們可以開了這個 YES 衝啊 投資他的東西 帶點走位的感覺 拉著拉著 40枚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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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對疊的感覺 好不要 輕易的 加入戰局 而且要停下來才能那個 有點好笑 好多 這裡很多耶 我都沒人吃 感覺我最後吃了一大波金幣 贏了贏了 目前感覺玩起來 還蠻好玩的 就是如果他的 地圖啊 和地面上的怪啊 能更多元豐富的話 我覺得 玩起來蠻有意思的 尤其是他這麼多的 超級角色都進來了 那在經過更多場的遊戲之後呢 我現在拿到了 更多角色可以來進行分享 那這個開頭呢 拿到 Greig Greig他是一個伐木工 我覺得這個遊戲呢 也有一些前期上的策略 看你要拿什麼角色 例如說 Greig 之後Greig可以伐木 然後可能就會有這種伐木流 然後也有哥布林這種 一拿他就直接換7顆金幣給你 可以再更快速的去 充寶箱或是充角色數量 好 那這個 柯特 柯特的話是一個射手 遠程射手 那我覺得 目前 組建團隊的感覺 讓我還是覺得說 團隊可能要盡可能多元一點 可以有更 彈性的 策略啦 在這個地圖上 好 我們今天再拿一個野蠻人 有坦有射手 一個小小的伐木工 但這個遊戲的重點啊 終究是要取得這個綠寶石 所以綠寶石在地圖的中間段 那伐木的話也會掉 稍微掉個一顆 少少的 但 相比沒有在伐木的人呢 這個資源累積速度肯定還是可以 比較快速的往前伸 我們這邊 可以再多開一點 角色 我們這邊兩個野蠻人 看可以 把他趕快伸到這個精銳野蠻人 這個野蠻人他的能力呢 就是在進行了一段攻擊之後呢 他就會變成精銳野蠻人 精銳野蠻人 就相當強勢啊 號稱皇室戰爭的最強單卡 這個 名不虛傳的 然後遊戲的設定 在玩過幾場下來呢 真的是 相當簡單啦 你只要走停 基本上就可以在這個地圖中呢 感受到自由的移動 但我現在覺得 AI的設定 可能是因為角色的關係啦 就還不夠多用 我覺得再多元一點的話 在這個地圖上可以增添更多這個刺激感 然後一樣在 對方在 打怪的時候呢 要去掠奪 掠奪別人的資源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也要小心這個 營火焚身 然後我們現在就卡在一個橋上的位置 對方在打 我們就打他屁股 很棒 繼續 繼續偷打 超打屁股 哇那邊 龍寶打掉之後 有大量的 我們看可以把這隊吃掉 成功 成功把它吃掉 累積到19顆 這邊 我們都跟人家 對決 我們繼續一下 累積一下資源 這個遊戲也讓我想到了 除了Broadstar很明顯 這個 遊戲的概念 或是移動方式很像之外呢 之前 這邊 Supercell他們有 透露點資訊 他們在開發 這個 Clash Hero這個遊戲 但後來就沒有 也沒有什麼 再釋出更多的風聲訊息 但因為這個遊戲 他現在在大片地圖上移動 然後又有 結合這個打怪的元素 所以 其實他把 角色養成的這個概念呢 快速融進來 在一場4分鐘的遊戲裡 阿天阿 我來跟 對方這個 大碰小的過程中呢 這個打輸了 但沒關係 這個留得青山在 我們就 苟延山喘 留到最後 好我們現在要拿到了這隻 呃 攻擊 然後這個 那個 現在就是試驗一下 不同角色在裡面的技能 然後哥布林 這個 開場呢 他直接就多拿了幾枚金幣出來 好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去 換到寶箱的角色 好 然後你拿到這隻雞 試跑一下 他 等於是說你 一拿到這雞呢 你就帶了三個 跑速 加速的 能力 這樣 好但用完就沒了 所以你就要再 再拿下一個 道具這樣子 或是拿下一個角色 他的 他的這個 跑的狀態跟 這個藍色寶箱裡面 有時候會出 這個藍色跑鞋 概念一樣 所以 你看就是當我吃到跑鞋 這個攻擊這邊 就也 增加了一個 數字這樣 然後我其實蠻喜歡補血兵的 但他 不是很常出現在我的隊伍裡面 就 他這個 有時候還是比較隨機的 會 攤出三張卡牌給你 滾石投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地圖上都是 用滾石投手來進行 佈置 是 感覺應該可以放了更多元的角色在裡面 但 畢竟這個現在就是Beta的版本 所以 能理解 這個之後一定 如果 他能順利在全球上市的話 這個地圖的感覺是 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現在也看到其實很多 國外 玩家對於這款遊戲的 評價 其實整體都蠻好的 就是 雖然說 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探討 例如說 這樣的遊戲模式 是不是 容易 疲乏 或者是 太過小品 所以 這個可玩性可能會 是這個遊戲 要 然後 要考量的一個點 但整體來說 大家都還蠻期待 這款遊戲 在全球甚至上市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蠻有機會 這個Supercell他們更 呃 我被追殺 更去 積極的推出他們的 下一款全球爆紅遊戲 畢竟這遊戲真的很簡單 你就只要移動 然後 不像這個 波斯大你可能還要射擊 然後 卡組搭建這件事情 因為也 多了一些水機性 就沒有這種絕對性啦 所以 嗯 取決於個人策略 呃 我也想過說 要打造一個全射手隊 好像會不錯 但對方如果有一個這個 呃 那種 波斯大裡面那個LFMO 摔角手會跳過來這種 那可能會全滅啊 這些團隊的多元性 其實是 蠻 蠻重要的 啊這邊好多金瑞也蠻人 我就不太敢跟他打 看起來很強啊 我們再繼續 累積一下 剛剛在跟別人 一波血拼之後呢 直接爆炸 其實這個遊戲 讓我有點 呃本質其實就是大跑殺 然後讓我聯想到 呃經濟之果的 傳觀者 三下自久 那個遊戲啊 就 你在 收集資源的過程中呢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和對手對決 呃先出自己的底牌 只是說 這個不用先底牌啊 我們直接看地圖就知道 對方比我們強啊 快逃啊 我們這時候的這個小雞 功能 邊跑邊打 但他死追著我們不放 我們燃料快用盡了 天啊 我做的最 最錯的策略就是 他跑不掉了 快點 快點 差點剛剛想要 偷射對方 就是 偷機部的 不找斯巴米亞 差點被幹掉 好 這個今天這個遊戲 呃我們這樣試玩一下 呃玩的感覺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也是我 呃 久違這個Supercell 讓人那個相當期待的一款 雖然 和Blockstar有點 相像 呃都是 大逃殺的感覺 他留最後名 但我覺得遊戲機制面上 或許會跟Blockstar有個 截然不同的開局 像Blockstar之前就是從 直式 然後最後變成橫式 但我反而覺得這款遊戲 他可以從 橫式 就是現在的橫式 變成直式 因為只需要一手進行 那 這遊戲 呃 用 一隻手指 如果就能玩的話 更能符合這款遊戲的設定啦 好 那之後如果我在 繼續玩這遊戲 十天的封測時間 然後有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在分享上來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或對這個遊戲有什麼感覺呢 歡迎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